五七七年報帶來金錢貝殼故事 我是楊世光 好 我們看今天全球市場的週一開門紅 受到禮拜五美國的就業數據 表現不佳的一個影響之下 全球對於FED的再升息 跟九月份升息 似乎瞬間冷卻下來 這個全球市場帶來非常大的一個 利多跟資金的想像空間 所以帶動了我們看到 今天美元走低 包括像日元 歐元 英鎊 澳幣 人幣 聯銘的攀高 另外我們看到全球的股市 從日本股市 韓國股市 台北股市 一路漲到了東南亞股市 所以禮拜五的就業數據 到底透出什麼訊息 特別是FED現在還會參考 這些總金的指標嗎 上禮拜我們特別注意到 從FED的相關的領袖 相關的主席 還有自然利率的說法 是FED想完成一套 新的一個理論的一個框架 所以到底怎麼解讀上週五的數據 又跟這一波本週啟動的資金行情 怎麼做觀察 外資的進行多單 又要刷相歷史新高 另外我們要觀察到的是 剛剛結束的G20峰會 這個在中國杭州舉辦的G20峰會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這畫面 因為非常非常的精彩 基本上是超奧運的規格 而這次杭州峰會 達成了非常多的一些協定 到底會如何影響新世代 包括工業4.0的發展 我們今天特別請到四位來賓 一起來討論 包括美國的數據 還有G20峰會的成果 我們第二位請到的是 台大社會教授 怨舉證 怨老師 第二位請到的是 資深財政記者 丁萬民 第三位很久不見了 我們這個股市梁靜如 家如小姐 她稍微幫我們 從數據來做分析 第四位我們請到 我們財經博客達人 坦克爺 好 到底怎麼觀察 金錢報 帶你了解金錢背後的故事